在一个空荡荡的水族箱里 一只河豚正在悠闲地泡澡 突然一个男人的手出现 将他低溜起来扔到了菜板上 河豚害怕地四处张望 附近只有葱姜蒜末 而男人正在一旁磨刀 当他若有所思地扭过头去 却发现自己刚刚选用的新鲜食材 不翼而非 原来河豚正顽强地扭动着身子 一跳一跳地想要逃走 这时 男人再次抓住他的小尾巴 打算直接来个水煮河豚 眼看形势不妙 河豚不惜一切代价膨胀自己 随后越飘越高 就连厨师都抓不着 而后腾空而起的他 看见了一扇开着的窗户 里面透出着光亮 可自己太胖 怎么也飞不过去 此时他看见了 星驰神网的大海 他拼命正脱了出来 一头撞向自己理想的海之兰 却没想到那不过是一幅画 而自己则被弹开 最后冲破纸门 直愣愣地掉落到锅中 终究还是逃不过被烹饪的命运 在一个阴森可怖的屠宰场 不断传来撕心裂肺的猪叫声 此时又有一批活猪被拉过来 小猪撕下张望 看到了一被宰杀的同伴 惊慌失措地跳下卡车 逃了出去 他跑到城市的街道上 才发现这里不是卖烤乳猪 就是卖猪肉香肠的 就连中兴广场都助力着杀猪雕像 小猪躲在雕像脚下瑟瑟发抖 就在小猪快要绝望时 商店里走出来了一个男人 他的怀里抱了一只小猫 小猫在男人身上爬来爬去 最后爬到了男人的肩膀上 这温暖的一幕 让小猪的眼里有了光亮 他打开门走进了店内 原来这里是一个宠物店 店里还有着许许多多的动物 小猪刚准备上前 突然有顾客推门进入 顾客看中了一只狗 小猪顿时有了主意 他上前扒住了男人的腿 挤出可爱的表情 但显然男人不吃这套 直接一脚将小猪踢飞 男人付完钱 开心地抱着小狗离去 这时又走来了一个老奶奶 他看向了店里的小鸟 这次小猪直接将小鸟拽了下来 自己跳了上去 他戴上道具 挥舞着羽毛卖力的表演 但老人却面无表情 最后小鸟飞到了老人手上 老人带着小鸟走了 为了摆脱被屠宰的命运 小猪卖力地在宠物店表演 积极寻找喜欢他的主人 有人喜欢鱼 他就戴上潜水镜跳进鱼缸 有人喜欢蛇 他就扮演乌龟 有人喜欢兔子 他就扮演小兔 青蛙 松鼠 猴子 鳄鱼 蜘蛛 蝙蝠 小猪把店里的所有动物 都扮演了一遍 所有动物都被买走了 小猪也没有找到喜欢他的主人 夕阳下只剩下了小猪 他趴在地上痛哭流涕时 一个人走到了小猪面前 原来是宠物店老板 小猪看到店老板的长相后 顿时露出了笑容 他连忙扑上去撒娇 原来他的主人一直就在身边 老板抱着小猪走上楼 顶楼的房间温暖明亮 小猪终于找到了属于他的幸福 故事看到这里 是不是以为结束了 不你看 这是一部寓意颇深的动画短片 从屠宰场逃出的小猪 无论多么努力 最后还是没有逃过悲惨的命运 当他把希望寄托于他人身上时 就注定了他的结局 好 来 好